歡迎收看樓市思見,我是今集主持人Carrie 我們繼續請來施生,跟我們討論最近的樓市情況 施生你好 你好 我們首先討論一下CCL 最新是186.17 按週再跌了0.18% 連跌了五個星期 整個十頁都是跌的 其實,是否處於下調的趨勢 以及10月初的施政報告,是否有關? 雖然連續跌了五個星期 跌幅是2% 這麼少的跌幅,很難說是一個趨向性的改變 香港樓市處於歷史高位 在這些位置,如果沒有一些特別好的經濟消息 或者政治上的利好因素 或者政治上解決一些重大問題 例如現在突然說,中美和好如初 會有政治上的利好因素 令它可能爭奪上升 升幅突然加大 現在,其實沒有出現過這些好消息 經濟都是因為上次跌得慘 但現在就是反彈 未曾形成長遠的利好的趨勢 所以這些情況下 樓市仍然靠近以前積累的力量 不是說有很多生生的購買力出現 所以升高之後 就會遇到一定的阻力 有一批人勇,追了上去,將價格推上去 但對於普羅大眾來說 這些高價,都未曾適應 所以現在是適應上一次升幅 要經過一個時期 他發覺升上去,不容易跌下來 我不買,還有其他人買 他才會接受現有的高價 現在是市場開始適應,之前衝上去的高價 我自己認為,現在未曾遇到頂 他會轉向向下 我認為在這個情況下,現在都是高位增設 很有可能,過多兩星期 他就開始在這些位置徘徊 徘徊一輪,人們就開始接受這個水平 我覺得,觀察多一段時間 有一個季度,都是下降 而且下降的幅度,有10%左右 我才會接受,已經轉勢了 樓市不是向上衝 現在都是過去的日子 以整年計 從今年年初到現在 應該都是升個星期,多於下降個星期 升還是主流 即是你拉長時間看 今年的樓市,都還是上升為主導 我未講講,已經轉勢了 其實之前,未發表施政報告時 大家都會擔心,會有些控制樓市政策 但其實,見到施政報告,除了加大供應之外 其實對樓市,都沒有做了什麼政策 其實會否覺得,在施政報告之後 樓市都會進一步明朗化 其實施政報告出來,我在市場上 或者聽一些行家說 都是看好多 覺得有一個北部大都會 等於一個玫瑰園計劃 比以前建設機場的玫瑰園計劃大 政府在新界的北面 有市區發展,有不同的鐵路 有些還伸展到前海 接下來,政府會有很多動作 很多投資 通常,政府在地方加強投入的時候 那個地方的房屋、土地都會升值 因為由政府出錢 不用你出錢 由公家出錢,幫你區區 整理好 現代化一點,基建多一點 你房屋裝修完後,都會賣貴一點 現在整個區,幫你大裝修、大建設 就不用你出錢 可能全香港隔錢給你製造那裏 變成那區,當然會有得益 所以,有些人認為施政報告對樓市利益 不過,跟上次的林鄭計劃不一樣 那是值值很多 原本借不到這麼多錢 突然借到 一宣佈,有一群人 我現在成為有資格買佈的一族 我便去選樓,去看樓 市民立即活躍起上來 但今次沒有 如果今次說,一千萬到三千萬 就可以借七成半 三千萬到五千萬 就借七成 分幾個階段,給多些人借錢 現在不是,一千萬就只借到五成 首期都仍然很辛苦 如果能夠在減少買家日市首期要求上 做點功夫,效果當然會好一點 但整體來說,施政報告不算有太大力彈的消息 某種程度來說 資助性房屋撥的土地較多 未來十年有三十多萬個 而私人樓宇市場 未來十年只有十萬個 一年只有一萬個,比現在更少 所以施政報告,起碼短時間 未來十年 是沒有能力對私人物業市場 造成太大的壓力 因為供應量仍然少 除了施政報告 有件事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發展局發表了香港2030家的規劃策略 馬局長黃偉倫說 可能在遲些賣地的條款中 加入了一個單位,最少要有200呎 你覺得這個要求 或者是200呎這個呎數 合不合理呢 首先,我不算很贊成政府管道這麼微細 你不是自己定一個數字 市場會跟隨 不然,不如定會的單位1500呎 每個人都住得很開心 為何單位越來越細呢 原因是家庭人數少了 現在多了很多年輕人 想獨自出來過生活 你叫他不要建200呎,建300呎 他就買不起,政府做了一些事 他就說你害我,我本來都還可以搬出來住 現在我這樣搞,你又要我儲多三年 儲多五年錢 沒有什麼作用 什麼呎數叫合理呢 市場上有人負擔得起 如果他建的單位 沒有需要的,沒有人賣 現在這麼多人賣,就是因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市場告訴你,有需要 你就不讓市場蓋 就叫人家蓋大一點 你這樣當幫到人買樓 香港人就要感謝你 你下了一個命令,叫大家可以住大一點 我覺得這些是做不到的 我認為政府可以有計劃,將來的目標是多少呎 但是,你在找地時,有自己的目標 要找多少土地出來 但實際起的時候 都應該給發展商有一點自由度 我自己都在發展商做過 我自己所知,發展商不太喜歡建小樓 只不過是市場有需要 他建大一點的,賣得辛苦 他才建小樓 你建一塊地上,建一些大單位 例如你這個1200呎的單位 一個主人房,一個套房 你建兩個廁所,1200呎 如果他1200呎,建200呎的小單位 要建六個 你起碼有六個廁所 由兩個廁所變成六個廁所 結局都買多幾副 一個單位1200呎,變成六個單位 大門都由一個變成六個 大門要防火,要實身 下半個增加成本 所以建小單位,發展商是多花錢的 在建築費上多花錢 亦都麻煩一點 賣樓給人手續,都多辦幾次 叫老闆簽合同,都多簽多幾個 如果真的有這個要求 真的有這個限制 之後是不是真的上車會越來越難 不,如果沒有了一些小單位 令到人只能夠在二手市場找小單位 益了以前買了一些小單位的人 發展商明知那樣東西好賣,都沒得起 他都不會很開心 可能香港人之後,可否鑽大一點 都要之後才知道 鑽大一點,除了規定要蓋多少之外 如果真的政府,很多地供應 你弄到一些出來,全部都是大一點 發展商賣不出,唯有便宜一點 如果你弄到一些出來,發展商都賣得出 只是令到有一部份人想賣小的 就買不到 如果真的多,我相信樓價達到一千呎左右 以香港現在的經濟水平 新產力水平,是可以買得起的 普通人,只要樓價便宜一點 樓價怎會便宜一點呢 就是要供應多 如果發展商銷售時,他的銷售對象要擴闊到普羅大宗 如果你成為發展商要撐的銷售對象 發展商定價便要就著你的荷包來定 我不是說你買不起樓 我一般香港人,大部份都不是買得起的 他要就著這群人的水平 他唯有賣便宜一點 但如果政府都沒有增加供應多少 你還要人家把兩個單位合成一個單位 或者三個單位合成兩個單位 你便買到樓的人,便更少了 你建大單位是令到單位的供應總數下跌 在單位不足的時候 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看來香港人要住大一點,最關鍵是政府增加供應 今集多謝詩先生和我們分享對樓市的看法 我們下集樓市事件再見